来看到画面上是大火夹杂的浓烟不断从厂区内窜出 台中大雅信河路这一家铝合金工厂在今天晚间7点左右突然是窜出大火 消防局获报是出动了将近50名消防员前往现场灭火 由于工厂堆放了铝煤等化学物质 以水灌溅的话会导致火势越变越大 消防局是采用了泡沫灌溅 并寻求沙子和挖土机等协助灭火 所幸是没有人受困也没有伤亡的消息传出 而当地刺激志工接获消息之后也前往关怀 也特地准备了汤面和饮用水给警销人员